文昌港古經主持文昌 文昌港古經6月29日早上時間 跟大家立即跟進一下 昨天對於整個中港市場最利好的消息 就是內地縮減隔離時間 退到7加3 原來官方文件宣稱要14加7 總共21日 現在縮減到10日 最少在官方文件那邊 是一個大規模的改善 令市場都相當振奮 導致港股昨天三大指數 午後由跌轉升 旅遊餐飲航空博彩股急升 國家衛健委昨天發佈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9版 繼續聲稱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維持動態清零方針不便 不過跟第8版相比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改進 首先是密切接觸者入境人員的隔離管道 由原來有14加7 縮減到7加3 即是集中隔離醫學觀察變成7日 以及居家健康監測日數變成3日 變相入境 不需要現在香港回大陸去深圳 是14加7的 即是足足21日 後來的7日便可以居家 可以稍稍地放鬆 但是因為你是皇馬 其實很多地方都去不到 所以一般都被視為隔離時間到21日 個別的口岸 其實之前是做過試點的 我們和大家之前都說過 個別的口岸 嘗試做一個試點的縮減隔離日數 例如北京、廈門、成都等等 其實那個隔離日數 由官方的14加7 已經縮減到10加7 個別甚至試行7加7 例如像北京一樣 不過無論如何 其實都要7加7 所以這次7加3 是應該的確是一個頗利好的訊號 因為之前最少你都要搞14日 現在在14日的標準 試點之上再剪4日 不過當然7日的集中隔離 就沒有辦法免除了 即是酒店或者甚至是荒倉的隔離 就沒有辦法免除了 但是最少在居家監測那裡 就可以減少時間 也就是說提早放監 這個的確是利好的 其次密切接觸者的隔離 集中隔離 改為7日的居家隔離 即是在內地如果有哪裏有確診的話 被視為密切接觸者 就過去一直被迫到方艙 對很多人來說 這個真的很嚇人 因為方艙大家看到很多內地的片段 有很多方艙 即是一些會議中心 體育場館等等 只能改造 純粹是放了一張床進去 沒有私隱的 其實就像一個dormetry 一個很大的宿舍 大家一起在那裏睡覺 女士如果要私隱的話 就需要自己拉起一些布簾 現在整件事好很多 因為方艙隔離變成居家 其次他們都把中高風險的 劃定標準調整 以前的標準都幾不同 有管控區 高風險區諸如此類 現在就劃定 只叫高中低風險區 亦都有講明的時間 高風險區 可以降到中風險區 高風險區足不出戶上門服務 7日沒有新增感染者 就可以跌到變中風險區 中風險區連續3日沒有新增感染者 跌到低風險區 現在就有一個劃益的標準 這個亦都是對於全國的防控來說 已經清晰了 也是好事 3就是聲稱要完善疫情的監測 要求增加風險職業人群核酸檢測的頻次 增加抗原作為疫情監測的補充手段 現在的檢測也變相 因為現在變成7加3 亦都頻密了 以前是集中隔離1,4,74天才是消息 現在是1,2,3,5,7 即7天內是消息5天 比過去2個星期消息4天的頻率高 相當多 另外居家監測第三天是第10天 即7加3的最後一天 亦都載了一次 這樣可以幾大程度上篩選出 可能潛伏期比較長的病患 不過其實都幾進取 因為過去我們即使的估計 北京方面放開隔離的話 都可能以14天7加7作為模板 這是最盡的 但是現在竟然去到7加3 所以可以看到北京這一方面 都有去採納一些外國商會的意見 包括香港中聯辦也召開了一些意見會 聽外國商會的意見 更加不要說5月的時候 總理李克強也都和商界的領袖 都在北京方面 釣魚台國賓館等等 都有去見面 亦都有去談 怎樣可以去重振中國的經濟 但是基於防疫方面 北京方面一直都是由習近平主席 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因此如果要在動態清零的原則 而且在內地方面有疫情的話 是的而且確要繼續出現一些封控的情況 譬如深圳福田區都需要封鎖 因為有確診者 北京方面都變成經攻資料 有時有些風吹草動 整群人急急離開一些救物中心等等 避免封鎖 所以其實在內地整個疫情管控 仍然是相當緊張的 在這個前提之下 北京竟然在臨近期之前 宣佈這個可以說 好過預期的隔離縮減 一個防疫的放寬 的確是一個利好來的 不過市場在港股方面 都是由下午2、8點 然後下午2、8點 然後下午2、8點 老實說 如果這個檢疫能夠落實的話 其實這樣的升市幅度 似乎不是太刺激 今天港股也因為美股轉勢下跌 你看到似乎消息都沒有辦法 比較長地振奮市場 當然一方面 較早前一直都有所謂 七一的就職禮 習近平總書記來香港 會有一些刺激政策公佈 會振奮市場 所以導致港股近期 都是先走了 此其一 其實變相 今次的防疫隔離放鬆 應該是這一輪最利好的政策 其他那些 包括港股通 諸如此類的傳聞 其實機會非常微 甚至根本不存在 很多市場消息 甚至九個禮包等等 其實都是一口笑 變相隔離放鬆 成為了真真實實的 最利好的消息 但是隨著七一臨近 連這個消息都已經 似乎市場已經有些預期了 即是說禮包的一些資金入市 然後等著一些好消息 現在似乎就極致了 而且當日較早之前 亦都有一些消息 已經流出了 就說 第九版的防控 都調整很大 包括境外回國的人員 隔離14加7 改為7加3 密接就不再要求隔離了 可以居隔 所以這一個 亦都可能令到市場 個別的人士 春光鴨 亦都做了一些部署 此其二 一 就有一個很強的預期已經出現了 二 似乎有掌握消息 亦都已經部署了 三 都要強調 這個7加3 對比全球 包括新加坡 已經完全放鬆了入境檢疫隔離 其他的歐美更加不用說 不在話下 新興國家 其實都已經不理了 基本上 譬如越南這些 基本上都不理了 你可以想像 北京現在仍然在全球 都已經放鬆 基本上放鬆檢疫的情況下 仍然是需要7加3 對一定要回內地的人來說 這個當然是福音 7加3 由14加7 或者10加7 改為7加3 但是在全球的防疫標準來說 仍然是相當之緊的 這一點就令到這個復甦 似乎也變成一個有限度 當然 這個檢疫我們也要指出 對於整個中國的經濟活動來說 是利好的 但是在全球的標準來說 仍然是緊的 這個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市場看完之後 都覺得 不是想像中那麼厲害 這一點我 在接受彭博訪問的時候 都提及的 似乎這個方案是有改善的 應該早應該要提出來的 現在反映了有點遲 但是對比10加7 或者7加7來說 都不算是一個巨大的改善 接著落實方面 據明報的報道 暫時還沒有具體的實施日期 因為很多香港 有些朋友要回內地 都很緊張 就看看何時7加3 但是都未見政策有改變 但是聽聞香港入境深圳隔離酒店 預定系統深圳疫站 前天已經將每天800個預約名額 增加到1300個 而入境珠海的交通工具 珠海金巴前天也發公告說 28日到7月4日期間 臨時增加香港往珠海方向的3個班次 似乎都是希望香港人多些回內地 但是目前來說 除了河南鄭州已經調整了 疫情防控操作之外 其他城市暫時未見公佈 雖然國家衛健委的新聞發言人 米豐昨天都提及 各地各個部門嚴格執行第9版的防控方案 將管住的堅決管住 將落實的堅決落實 應該取消的堅決取消 不一致的限制 限期要清理 不過如果是這樣的話 亦都變相香港方面的入境 放鬆的機會就會增加 因為現在都有聲音 會變成5加2 即5天的酒店隔離 兩天就可以居家檢疫 隨著內地放鬆到7加3 香港方面應該都會跟隨 但記住 都是那句 香港和內地現在的檢疫 即使因應外資的需要 稍為放鬆 但在全球範圍來說 仍然相當緊 所以對於市場來說 是好事 但並不是一個 翻天覆地與病毒共存的利好消息 講到這裏